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的 來玩我們的浩原 好 今天的話 主線一樣20張我還沒有繼續玩 戰力的話是14600多 今天沒怎麼加啦 因為沒做裝備嘛 我今天主要是 打了那個 馬強將軍 不過這個馬強將軍沒有鐵丹子那麼複雜 應該算簡單的啦 只要你戰力夠應該就能過 推薦英雄也很多嘛 可以配置回復內力的英雄 但其實沒差 你看這麼多 其實沒差 待會來打一下吧 那這隻馬強將軍的話會保證這個 這個東西是要做我們的鞋子 可以做到四十幾 四十幾好像要200多吧 我今天直接 直接拿到三樂啊 我來看一下是不是要200多個啊 還是更多 三百多個啊 這是100嘛 潛龍是200 那這個 這個是400 哇 我的刷了 然後你中間會有一個這個是 這是出了紫龍 紫龍這個要 也是打馬強啊 馬強也會給 但是不是保證的 所以我可以刷 刷馬強將軍 想辦法刷出五個 然後就可以做三六 三六的鞋子 好 這個待會打 沒有很難啦 沒有很難 然後我今天 自己在玩那個 比武皇的時候突然發現好難打喔 突然發現好難打 好難打的原因是因為我的攻速怎麼突然變慢了 就是我之前我的第一的攻速是天競拳 我們來看一下攻速這個部分 回合制 戰鬥就是比攻速嘛 誰先出手誰就贏了 那他判斷的地方應該是這個啦 攻擊速度 我現在這是124.5嘛 然後小雪也是124.5 小雪的話因為跟 天競拳用我是同一套裝備 所以還是124.5 然後這個4瓦斯用另外一個裝備 所以他的攻速比較慢 然後這是124.9 這個更快 他比較快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看一下裝備啊 他裝備也是共享他的但是他攻速比較快一點 124.9比較慢一點 比較快啊這是124.5 他這個更慢 好我先玩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他我覺得可能是啦 怎麼判斷 打思想好了啦 不要打思想打那個 討伐令好了 這禮拜這次的討伐令我都還沒打 我們來換那個誰 小雪 小雪跟天競拳是一樣的 軍馬會比較快 在這個組我是這樣 然後這個 就是這兩隻一樣 這是最快 這是第四第五 試試看 有沒有 沒錯吧你看這個比較快 蹦蹦蹦蹦蹦蹦蹦 然後小雪跟天競拳的話 天競拳比較快 那如果我們換位子勒 就是兩個攻速 一樣的情況下 看站位嘛 我們看站位 我也沒有說很確定 因為以前我是天競拳最快 然後 這個軍馬會第2 然後我就給天競拳加速一下 還是天競拳 所以站位是沒有影響的 我站位是沒有影響的 我們來check一下 今天就來 確認一下這些東西 124.5 對啊124.5 那有可能是隊長嗎 因為這個好像也沒有分什麼隊長 這兩隻的判斷啊 不知道 在攻速情況下 我不知道 目前不知道 我們把他打完了好了 我們把他打完了好了 不是打完就打過看順序啊 不然都是我在說嘛 好第1 然後再來天競拳 其實應該要天競拳先比較好 我這個軍馬會應該要慢一點比較好 欸這次要換小雪 所以這個是不是 你看 兩個人攻速一樣是不是可以換 你看兩個人攻速一樣是可以換的 那我這樣可以確認 但我們兩個人攻速一樣的時候是可以 順序變更的 就是看你要先出誰 因為有時候這個有個順序變更我也搞不懂 怎麼突然跑出順序變更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隻釋滑 火鳳 欸欸沒有 火鳳比他慢喔 還是火鳳怎麼了 我們離開戰鬥喔 118.7啊 118.7啊 啊火鳳比較慢 火鳳117沒錯 所以這個如果你要玩那個 比武行的話 先攻必勝嘛 所以你那個裝備要調整 譬如說我這個就要這樣子 我就要去共享別人 譬如說我就這樣子 把這個放下來 就這樣子 然後 小雪也不要因為我們要用小雪嘛 我要用那個誰 這隻 玉星閃人 這是我 目前常常在用的 常常在用的那個 B武行的組合啦 那我們就少了一個嘛 少了一組的話就 就 把招民的給換過去吧 自動配戴一下 然後一郎喔 一郎 喔不對我應該要用小雪 因為平時我也會用小雪 小雪 我來蟹雜一下 小雪平常也會用 所以要自動配戴一下 我再來調整一下 我自己再調整一下 我就先不動 這個就先放下來吧 這個就先放下來吧 我先卸一下好了 所以你那個 在洗屬性的時候 有時候同一個裝備有沒有 你們看喔 這個 這邊我有充攻速 5.1% 我把它弄到S 那如果我換這一把 我這3E嘛 我換這個36的 你看我配他 我的攻速就掉了 攻速就剩119而已 所以我是覺得P5行就是 先攻啦 你竟然要挑先攻裝備 就是你要起初有這個攻擊速度的 會比較好 好所以我們現在那個 共享中這5隻嗎 我們來看一下 124.5 這個低一點 122.3 這隻還是最快 這是為什麼那麼快啊 我不懂為什麼他那麼快 為什麼你那麼快啊 他的招式 這招式 以單排攻擊然後收到合力技傷害增加 也行啊也行啊 所以我這樣變成說我現在 這個 軍馬會是最快 124.9 這個還是118 然後這是119 所以說有一些就是你可以靠裝備撐高 那原本他們可能就比較低啊 譬如說我把這個裝備卸下來 卸下來 卸下來裝備攻速是119.5% 然後這個我全部卸一下 你看119.4 他119.8 那本身就比較快 他本身就比較快 如果希望他不要那麼快就是把他掉走 把他掉走 譬如說我把他掉走 我想要把這個 小雪的卸下來然後接收共享 然後把他掉走 掉走的話 用這個 然後把他弄到第二組 這樣他攻速就比較慢 這是124.5嘛 然後他就是119.8 然後他就比這隻火鳳還要慢 讓大家懂嗎就是你在打那個B5行的時候你會希望某些角色先出招或某些角色慢出招 那你就要去設定一下 他們的那個攻速 裝備啊什麼要去調整 好目前我們是 這個替換 位置沒有影響 位置沒有影響 那兩隻攻速要換你可以去看你要設定誰 好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1 2 3 4 5 有沒有1 然後換這個2 換他喔 為什麼 這邊有 這邊可以變更 就是他們可能 接近但是他可以去可以去調 我通常會這樣啦 跟我走然後他就可以再用一次有機會他可以往前掉 只是有機會而已 這個已經被改爛了只能沉沒一隻 攻擊率最高了吧 然後這是補血然後這是 機率重置武功冷卻 就軍馬位可以把他的那個往前調動然後那個 我們的魚緣可以再把進武功冷卻再撿一下 先攻大概是這樣 出手速 出手順序大概是這樣 我講的不一定正確啊你們可以自己再試一下 119.8嘛 這兩隻剛剛是很接近 那邊說可以調整 看誰要先 OK大概是這樣吧那 來調整一下吧 其他的 那個 所以裝備是 招民用 好不好給招民用 小雪共享一下吧 戰力掉下來了 不對小雪已經在這邊共享了 好 那我們來打一下那個馬強將軍吧 馬強將軍就 一般般啦一般般 我用這個組合就可以過 這個反正很多他們都會給 寒霧魚要打的話就要把主線20張給打 打過才可以打這個寒霧 反正這個可以拿到5個 就可以做鞋子 做子龍的鞋子 好 通常你可以看你要不要躲招啦 如果很痛就要躲招 現在那個時間都是5分鐘啊5分鐘超久 以前都可能3分鐘啊或幹嘛的 你不躲招的話也沒差我這個戰力不躲招沒差 劇毒炸大 這可以躲一下 看你要不要躲我 不躲也沒差 他打完叫小弟小弟就要先打 很好躲他的招很好躲 很好躲他的招很好躲 好這個小弟要先殺 等一下再殺好了 跑出來再殺 小弟打完他就會暈了 小弟打完他就會暈了 他就暈了 通常暈的話被打比較痛吧 他把我能量都吸乾了有沒有 我沒有能量可以放技能的 都呈現那個灰色的灰色的頭像 你看我不躲招 小痛 不太痛 看你要不要扛啊 我的戰力是可以不用躲就直接跟他打正面 但他招式很好躲啊 你看打太慢他就叫小弟出來了 B級而已啊沒有拿到那個 可以做那個靴子的支援 OK那今天就 先這樣吧 主要就講啊這個啦攻擊速度啊 在那個戰術武功裡面就是先攻的速度嘛 看誰先出手啊 那這個攻擊速度當然是 如果你是遠程角度幹嘛的 當然越高越好 應該說越高越好 就是一直射敵人 可以高傷害這樣 然後如果兩個人攻速差不多的時候 然後 他會那個有一個看你要選擇誰先出手 那個攻擊 那個以前有教學有講 但是那時候我就跳過我也不是很懂 什麼金燈號 應該是有強化可以用吧 沒有 那什麼金燈號 這個 這個 這個早就都做完了啦 只會給這個支援而已 星座早就做完了 OK那今天就玩到這邊啦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啦 打這個B5行就是先攻必勝啊 沒先攻就被打死了 當然戰力也是一個問題 你如果同戰力先攻輸就輸了啊 就被打一波就死了 好的我是漢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 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